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生出的孩子不像人呢 为了探究事情的原因 我们直接赶到了福康村 想赶紧找到这户人家 这座独自坐落于山底上的房子 就是人们总说的外胎出生的那个人家 看上去与周围的房子并没有什么会出 可是村民却说不是这样 今天那个孩子在里面哭啊 有没有一个我走进去没看见人呢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根据老乡所说 白天呢这栋房子的大门经常都引运繁琐 主人已经很久不露面 走进房屋 有时流经济捕坏的哭声和闪顾声 到了晚上 房子都会准时的亮起灯光 还在村民眼里 怪异之处还尽管是这一层 每天在晚上在外面走 他在一个人里在外面 动得好挂 村民口中的这个人影 到底是什么 是这个房子的几人呢 为了证实村民所说的话 记者来到这种房子 这时从屋里传出女人的哭声 我们村民进入一看 原来是一个女人在哭 屋子里面一共坐着五个人 他们正在议论这个孩子的事 岩长的父女边哭边告诉我 他们分别是孩子的妈妈 大婶 爷爷和奶奶 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奇怪 是这一年来他们全家唯一的话题 那么这个孩子 真像村民传说的那么怪 看 这就是全村人议论的焦点 传说中奇怪的孩子 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孩子正在轻轻地摇着头 孩子的爷爷奶奶告诉我们 这个孩子从头到脚都横幅了 身上也拖出缺陷 为此奶奶终日以泪洗面 老人的悲伤和村里人的议论 让孩子的母亲张新华 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自己会遭遇这样的不幸 其实这个怪小孩 已经是张新华的第二个孩子 早在四年前 张新华曾经怀孕 产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宝 正当张新华出此体会 做母亲的喜悦的时候 厄运却突然降落 包包得了重病 那夫妻很困难 我带她去医院里面检查 就是我们那单上那小医院嘛 那医生说 她说可能是有新装病 她说但是她不能退 虽然全力抢掉 孩子还是不幸夭折 后来我两个人晚上下好大的雨 就抱回来抱回来 我两个都哭了一个晚上 张新华告诉记者 那天晚上雨下的很大 似乎也在默默地为她哀悼失去了 对于孩子的突然要折 谁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 悲伤的母亲只好草草地埋藏了解冻 并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个孩子时辞 两年之后 张新华终于再次怀孕了 她既紧张又兴奋 为了给宝宝祈福 婆婆甚至请来了当地的道士 十个月之后 张新华的孩子出生了 那一天张新华躺在床上默默地祈祷 孩子一定要健康 一定要平安 但是政府和医生的神情 却让他忐忑不安 不幸真的又再次降临到 这位年轻的母亲身上 然而令张新华没有料到的是 事情的真相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后来去给他洗的时候 我发现我老公就说 你看了以后别伤心 我说有什么伤心的 他就告诉我 他说是这个样子吗 他说那下面 又像男孩子 又像女孩子一样 终于张新华知道 自己生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婴儿 孩子不仅一只眼睛大 一只眼睛小 而且嘴唇有缺口 嘴里还有一个和鼻子相通的大洞 更奇怪的是 他的下身同时长有男女两种生殖器 亲客间张新华只觉得一阵天旋地住 我当时一看了我就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心里好难过好难过 张新华不知道 那天自己是如何走回的家 就是当时带回来的时候 也没告诉他们 就是后来再妈妈一点点一点的 就告诉他们 发现他们也是天天哭 就是我婆婆他们也是天天哭 从此以后 张家的大门白天结地 家有怪猜的才能 也在村子里闹了 就是这样 我们记者赶到张家时 刚好遇到了 风气的奶奶和悲伤的意义 也就出现了我们片子开头的 那一幕 现在插秧时间已经过去了 村子里家家户户的水田里 要苗正在德状场上 只有张家的水田依然碰着 江家人一直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不幸 这被人认为是怪胎的孩子 他们到底又该如何对待呢 为了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 解开他们心中的疑问 我们的记者带着张新华夫妇 去医院做了进一步的检查 做完口腔方面的检查 医生又对孩子的阴阳同体现象做了诊断 他从我们明天外科来看 他是一个假两性性的改变 他的外神是呈现不男不女的一种 一种一种畸形 但是从他的整体来看 确认是个男孩的可能性大一点 检查的结果让夫妻俩的心情既沉痛 又有了希望 专家说孩子的这种病虽然十分罕见 但是依然有治愈的希望 从医院回来 孩子的母亲张新华 决定打开自己紧闭已久的家门 让村里一些同龄的孩子 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玩耍 那么这些孩子会接受他吗 这个叫甜甜的孩子 一看着张家小孩的模样 就吓得哭到奶奶怀里 哇哇大哭 根本就不合适 再看看这个叫毛毛的孩子 他就愿意待在张家孩子的身边 并且愿意跟他分享同一个玩具 孩子能够跟村里的同伴融洽相处 这让母亲张新华又惊又喜 张新华激动地告诉我们 最近他发现 自己孩子的头脑 其实一点也不笨 一般没事做的话 就给他放音乐听啊 陪他说说话呀 为什么要放音乐听啊 就是他喜欢听 要是哭的时候啊 一放音乐他就不会哭了 你看 每当音乐一响起来 这个孩子都会立即在乘车上 掉整个头来 但一睁着他的双眼 他会和妈妈闹情绪 正新华除了觉得自己的孩子很聪明 他觉得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也特别可爱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醒了得早的时候 我们醒了 他就会拿我的桃花把我叫醒 那是最可爱的时候 晚上 通过这些细微的观察 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孩子挺儿童歌曲 也能听懂妈妈的话 孩子的妈妈张新华告诉记者 妈妈是孩子在目前为止唯一会发的音 而每当听到孩子开口 发出妈妈的声音 这计划的心里就充满了喜悦 这个小孩子那么小又那么可怜 还有那么多病 我又是自己生的 又党得又那么像我 心里只想就是把他那病早点长 为了给孩子进一步治疗 孩子的爸爸一直在长沙打工 而妈妈给孩子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周灿 希望他能够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唱歌 唱舞 玩游戏 希望他开心快乐 健康的成长 shares 欣赏 只想是要妈妈喝 又妈咪可以自偿黑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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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传递工程正在进行中 130万册图书从迎波全市会集 不久之后 贵州将会建立100间爱心图书室 图书传递工程爱的长征 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 尤其是到了晚上 更上人难以入睡 这不家住北京平谷双营村的月大妈呀 单粹地铺上了凉行 矮瞒以为能睡个安稳觉 可是没想到 这是怎么回事呢 刚躺了一会儿 这月大妈呀 就身上发痒了 但是也没有蚊子呀 怎么会痒呢 熬里夜第二天起床 还发现身上长了许多疹子 赶紧就去了村里的诊所 大夫告诉他 是睡凉席过敏 什么 睡凉席还能过敏呢 那干脆咱不用了吧 可是大热圈的 不睡凉席多难受啊 下面我们就请专家教您几招 怎么挑选凉席 现在市场上的凉席品种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什么样的款式都有 村家告诉我们 不同的款式 都是为不同年龄 不同体质的人学设 那么 什么样的凉席 最适合您的体质呢 草席 就是用亚草 蓝草 灯芯草 仿制而成的 材质柔软 与皮肤的清合力比较好 凉度较低 都受老人和体肉的人欢迎 中年人和老年人 小孩 我呀 建议那个 所以亚草的跟蓝草的 这是最适合的 因为它 它不算太凉 对于那些 有关烟炎的 身体不算太好的 我建议选这个 亚草的蓝草的 这种草席 价钱都比较便宜 一般都在60到70块钱左右 但是草席有一个缺点 就是容易长满虫 雨季容易杀霉 所以比较容易引起皮肤过敏 因此 再使用新草席 或第二年重新使用草席的话 是有些注意事项呢 草它是时间长了 吸汗了 它就爱发霉 就说 怕凉气发霉的话 你可以跟太阳里下 倒在 一般要在多少时间 一般在3到5个小时就可以 同时应该用消毒水 或肥皂水擦去霉点 睡觉前用温水擦拭 可以每周一次 那么这种草席该如何挑选呢 一 要吻一吻 打开草席 以清香无特殊气味的是最好的 清香表明 用彩新鲜 是今年新编制的新货 二是要看看 主要看草席的颜色是否自然 淡绿色 整体颜色是否统一 有染过颜色的草席 颜色很深 三就是用手摸它的质感 是否光滑 平整均匀 越光滑的越凉爽 同时没有毛刺 竹席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凉席 这种竹席最普遍 价格也便宜 一般在30到50之间 其实竹席的凉性大 老人 孩子 以及体重的人 是不宜使用的 因此这类的凉席最适合中青年人使用 凉席都不用包晒 竹席不能放在阳光下曝晒 那样会破坏竹纤维 竹子会脆 容易折断 每天睡觉前用温水擦拭 会使竹席更加凉爽 每次使用前应该用消毒水或肥皂水擦醒 那么怎么来区分竹席品质的优劣呢 音选竹节长而平的 质地柔韧的头清洗 最为凉爽 用手摸要光滑 平整均匀 没有黑点斑点毛刺 有着经过染色的头清洗 颜色特别绿 不但不凉快 还容易折断 或者人的身体造成危害 那么这种麻将洗 又适合什么样的体质呢 适合于那个特别怕热的 爱出汗的人 所以麻将粮性特别好的 这种麻将洗啊 是快越光滑的越好 可是这种麻将粮性 粮性最大 如果患有颈椎病 肩周炎 关节炎 风湿病的人都应该谨慎使用 使用不当的话 会导致一夜病发 因此夜间睡觉 最好盖一条宝贝 或者是毯子 以免着凉 最后给您推荐几种 目前市场上新出现的几种粮食 竹签粮食和亚麻粮食 好凉吗 这个 什么人都适合 它也凉快 也透气 透气性都特别好的 这个 它做工精神 家里有老人呢 小孩富裕 这么的 它也不是感觉特别凉快的 亚麻的 它那个透气性也挺好的 可以跟洗衣机里面洗的 不过 这两种粮食啊 都属于高档的粮食 建议您到大的超市 或者是商场购买 以免商量受骗 怎么样 这些挑选粮食的方法 对您有用吗 希望您能够挑好粮食 过上清凉一下 确实啊 这粮食的款式呢 是越来越多了 挑选也是越来越有讲究了 只有挑选得当 咱们既享受粮食 又比例讲健康 所以呢 只有适合您的 才是最好的 至于那些啊 含糊提词 夸大自己保健功效的 粮食产品 比如说像标称什么 改善睡眠啊 保护皮肤等功能的 保健性粮食 咱们消费者呢 还是谨慎挑选 以免上当受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记录真实服务民生 是我们栏目的宗旨 我们会在每天的18点05分 再给您发声在 咱们相亲们身边的读时